今天也是假日的關係 那我們覺得沒關係 犧牲掉我們最忙碌的時間來做愛心 覺得是值得的 夥伴們都很早起 我們大概八九點就開始起來準備 那不包含還有前天可能晚上那個備料的部分 所以我們其實為這次愛心是花非常多的時間跟精力 目前當初各位夥伴在得知這個消息的時候 每一個都是很願意來支持這個活動 然後並且也是今天大家也是抽空 所有分店也是休息的狀態 然後過來這邊支援的一天這樣 然後大家都覺得這個活動非常有意義 一開始是先幫忙攪拌 然後後來就是幫忙把盒子 那些柴魚需要用的東西把它裝好 然後再給別人把它放在袋子裡 然後過程中雖然每一次有時間休息 但是每一次做起來的時間 你必須感覺自己越做越快 讓自己有動力去繼續做 有時間上的壓力 但是又有一種另外一種喜悅可以幫助街友 是一種很開心的事 其實一開始就是接受到我街友這個活動的時候 我就其實很期待 因為孩子其實很少這樣的機會 可以去服務一些弱勢 那其實在這次在做這些餐點前 我有給孩子看了一些街友的影片 然後也有帶他們去思考就是什麼是街友 然後他們對街友的想法是什麼 在解釋的過程當中 跟他們看了一些影片的時候 其實感覺到孩子是有衝擊的 因為跟他們心裡面想的其實不太一樣 現在其實我們只是在做前面的製作的過程 但還沒有去發送 那我很期待就是等一下孩子們可能跟街友有一些接觸 然後不知道會擦出什麼樣的火花 早上我們都忙著在包餐盒 我們發送的時候 有些街友會很客氣的跟我們說 我剛吃飽不需要 把食物發給他們是希望他們要吃飽睡飽 我們發送過程也會陪他們聊聊天說說話 就是覺得很開心也很棒 街友比我想像中的還要多 想說一看過去哇那邊這一整排都是這樣子 然後我想說這個發了會不會有睡之類的 然後這種發完了 就是希望給他們一些溫暖這樣子 說他們沒有了家人沒有家庭這樣子 希望就是給他們一點點小小的餐盒 讓他們可以吃飽這樣子 街友沒有我們想像中的那麼的有點髒 而是他們溫馨 而且有些人不是真的是流浪海 而是獨居老人 他們每天都沒辦法餵飽自己 然後還要出去跟大家祈禱 但是所賺的錢卻沒有很多 我希望我以後有辦法 可以幫助更多人 在今天的上午一整天的忙碌到現在 其實感觸良多啦 那這幾年來其實做了很多的一些 在年歲末的時候做了一些社福工業的事情 有些活動可能比較熱鬧一點 有些活動可能比較一般一點 但不論如何都想說在自己有限能力範圍內 都希望去做一些事情 其實我的力量真的很有限 那其實在有限力量裡面 如果可以找一些朋友一起的參與 我想這樣子對我而言 我會比較有不同的感受 當你發起心動力想要去做一些事情的時候 你不會只是自己一個孤單在做 然後你可以在做的過程當中 你可以影響一些朋友 你可以帶給一些朋友 一些不同的體驗跟體會 生活當中每一個時期都會接觸不同的朋友 那唯獨把這樣的一個想法 能夠除了自己可以落實之外 如果可以號召更多的朋友一起參與 我想比較不一樣的是說 它可以帶給我們這些參與的朋友 有很多不同的感受 為什麼要找這麼多朋友一起來參與 有的時候啊 你做這些事情 只是無非要引起大家更多的側隱之心 很多時候如果你相信此場 你很相信蝴蝶效應的話 我們今天所做的每一份的復甦 都對未來是一個不一樣的改變 那也許今天改變的不是在自己 立刻的馬上的身邊 而是在未來的一個不同的一個角落裡面 也許今天會在高雄 明天會在台南 甚至後天可能在不同的國家 也許我們這樣的一個影片 或是這樣的一個活動的過程 能夠讓更多人有機會 去改變一些你自己可以改變的力量 而這改變的力量 是讓這塊獨地式 這個地球是越來越好的 是為難的 在最多人的地球 是為難度之間的 那才能夠你 在多少人 為難度之間的